怎么了 府里发生什么事了 郎君 您可回来了 老爷突发疾病 十分严重 这个护身符 倒是挺别致的 这是冀州特有的事物 用来辟邪保平安的 我们之前调查过 所有在上京的冀州人 竟毫无头绪 或许你们调查方向 根本就错了 你们先入为主地以为 冀州同乡 皆是平民 所以你们在调查了 所有平民之后 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没错 如果他跟谭西一样 改头换面成了 官护的身份 那我们之前一切的调查 根本都是徒劳之功 上缘在即 你们却为了区区一点小事 在邻国使臣面前大打出手 刚刚宫里传来口谕 有人参宁至下不言 圣人对此事颇为恼火 要您明日一早 入宫禀明此事 此事我刚刚得知 怎么这么快 就传当宫里去了 郎君不好了 太长寺少卿和那个苏宗臣 带着一队官兵直奔咱们教方 我看谁来者不善啊 少卿许隐 嗯 我看谁来太近了 好 小来 这架我们 都这装就能得着 你